希望各位特别在这一段时间 疫情比较生气的时候 唯一的力量 慈悲无障碍 慈悲是消业障 消冤结 消除瘟疫 消除传染病 让自己消业障 有福报 最重要的方法 所以为了慈悲 各位一定要 这一段时间 如果疫情起来了 多在家里慈悲 供水 在家里供水 那外面呢 撒几颗米给鸟吃 多念佛诵经 忏悔 以慈悲心 回向给整个世界 所有病苦的人 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为了慈悲 我们要念佛 像大家经常念 拿摩阿弥陀佛 这个拿摩 这两个字为 拿摩就是身口意 完全的皈依 学习阿弥陀佛的本愿 拿摩阿弥陀佛 就是你要去做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成佛了 所以我们要一心念佛 就是用佛的心 用阿弥陀佛的菩提心 用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 来实践阿弥陀佛的行愿 来帮助众生 这个叫拿摩阿弥陀佛 大家喜欢念 拿摩弥勒菩萨 我们吃素的人 那么为什么要不吃肉 因为弥勒菩萨成佛说 我第一个戒律 愿力 希望众生都不要被杀 为什么 弥勒菩萨是修平等心而成佛的 平等是人跟动物 人跟其他生命都是平等的 没有分别的 所以有平等心而生喜悦像 所以弥勒菩萨就外表特别的欢喜 你看到他就快乐 那平等就是我们佛教讲的空性 空不是没有 我跟六道众生平等一起轮回 你的苦就是我的苦 弥勒菩萨去扮演各种痛苦的众生 然后目的就是希望所有众生都平等的离苦得乐 所以不离开六道轮回来领受所有六道轮回众生的苦 不要把自己任何一个快乐建立在其他生命的痛苦 所以叫平等欢喜向大慈弥勒菩萨 那各位如果你在礼拜弥勒菩萨 那你就应该学弥勒菩萨这样子的平等空性 融入于六道 来跟轮回众生 而且所有轮回众生的苦 我都平等的跟他接受 而来帮助他们离苦得乐 让他们都到欢喜的地方都算宁愿 乃至将来成佛 这个叫拿摩弥勒菩萨